将大把的布拉蜜放在面湖上 再打蛋和在一起 这个布拉蜜筋可是道地的芳疗渔港小区 位于芳疗限定古迹宝安宫旁的芳疗渔港 近期在古迹小旅行的规划里 成为有客必访的渔港 这儿虽然没有东港热闹 却保留了原始的渔村风情 其中渔港的特色小区 是许多芳疗人从小吃到大的点心 布拉蜜捕捞自2013年2月底起 渔月署公告进步期为每年5月1日至9月15日 各县市公告进步时间 每个地区近三个月 限50吨以下全只才可补捞 现在全市都金 全市都收它 现在我们在线四堆在链 本来十几堆 全部收 保护那个鱼丸 它收到鱼丸卡起来 那枕 放到鱼丸 鱼丸 鱼丸要大胃 大胃要链 所以都会大金 所以你有限量的鱼丸 有限量 期盼罗东港鱼花虾一样兼顾保育基产值 从年轻到老都离不开 方寮的保安工董事长也表示 方寮鱼丸真的很美 但却很少人知道 期盼透过未来古迹小旅行连接周边 让更多人知道鱼丸的美 小孩子在这边上班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这里 不知道这里有这个鱼丸这么大 还好 还不错 除了不拉肥煎 不拉肥煎 不拉肥汤等口味多 变得小吃 方寮鱼丸也有现场叫卖的直购海鲜品 一旁也有跨港大桥 及连别周边码头的彩绘墙 期盼未来在各单位的努力推动下 能连接古迹艺术村及鱼港 让方寮之美更被看见 评论是我们的张志豪采访报道